他今天只要拖著BNT疫苗 晚來一天 多拖一天是一天 因為多拖一天 事實上高端的疫苗 就有多一天的傷劑 民進黨政府在對待疫苗的態度 就是一個拖自覺 那其他的政府是把人命當命啊 民進黨政府不把人命當命啊 台灣人民跟民進黨有仇嗎 需要這樣子去對待台灣人民嗎 我們這個政府說真的 到現在我覺得他也沒完全死心啊 他還是想要去炒作高端的股票 去護航高端啊 所以因此邏輯很簡單 他今天只要拖著BNT疫苗 晚來一天 多拖一天是一天 因為多拖一天 事實上高端的那個疫苗 就有多一天的傷劑 你少讓那個BNT 這些國際疫苗進來的話 那國產的疫苗的空間就會變大 這是為什麼你看到最後 到現在實際好像又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政府在對待疫苗的態度 就是一個拖自覺 那其他的政府是把人命當命啊 民進黨政府不把人命當命啊 所以就把他當拖自覺啊 那網軍一天到晚洗版 就說什麼買疫苗也不是像買菜一樣 是啊買疫苗不比買菜啊 所以需要多一點時間籌備 但我給你一年半啊 你買到什麼 越南 我跟你講越南 拿越南比 你要不要跟四小龍比 你看看南韓 你看看新加坡 你看看香港 疫苗施打率是多少 人家買疫苗也不是像買菜一樣容易啊 可是人家做得到啊 四小龍的台灣你做不到 那你扯那麼多東西幹什麼 所以真的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你還要再拖還要再卡 我也真的不知道是何居心 台灣人民跟民進黨有仇嗎 需要這樣子去對待台灣人民嗎 我現在其實對我們的中央 我真的也已經是拿不懂了 他到底是在出所謂的水堂考 還是說今天真的希望跟地方 好好一起聯手來防疫 你會發現中央充滿了這種突襲式的做法 就是說很多事情 他也不先跟地方溝通 因為地方在抗疫的第一線 其實第一個需要一些中央統一性的一些規定 能夠去做一個指南 第二個就是說很多的做法 事實上真的實行端會在地方 所以中央應該跟地方要多多溝通 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不管是疫苗的施打 所謂的解封的做法 甚至說包括之前你看到淮南市場的那個場景 你都可以看到中央好像是在抗地方 不是在抗疫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們現在 我們的中央政府 不要說已經疫情到了這種程度 還一天到晚在想著政治的計算 現在民進黨就是所謂的服務理論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已經把所有的資源全部往高雄倒 全部綁在高雄那邊去 那我要特別講就是說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那事實上我們當然重視高雄 但是你很多事情你應該去從整個的戰略面的考量 可是你會發現所有的資源全部在高雄 就是幫陳其邁造神 這樣做法是對的嗎 是公平的嗎 我真的也呼籲就像台北的朋友 新北的朋友看看民進黨是怎麼對待你們的 你說紓困他的那個所謂的一個厚齒薄筆 那之前的疫苗分配也是一樣啊 台北人的命不是命啊 高雄人的那個陳其邁的那個神蹟最重要啊 那不是說高雄不重要 而是在人口的分佈上 以及在所謂的那個疫情的嚴重上 怎麼樣來看都是雙北的那個疫情比較嚴重 實際上更需要戰略的物資疫苗 但是連疫苗這種救命的事情 民進黨都可以採取兩手策略 那我說真的 那其他的地方的民眾難道都不用活了嗎 其實我們的中央 剛好我有時候就覺得他們是在閉門召聚啦 很多事情好像有中央 還不如沒中央 有時候變這個樣子 你說很多事情的邏輯就是一團錯亂嘛 那讓大家無所視聰 那你現在不只說我們剛剛講人數的問題 你剛剛他所謂微解封的整個做法 現在地方也是一頭霧水啊 要執行都不知道如何執行 真的我覺得中央不能在這種敬會地勢的決策 好好的去跟地方溝通清楚 看看民眾需要什麼